城市里总有温暖的角落 惦记着无私的爱 那地方不华丽 却显得美丽 拿着市场改建与保留的企划书 女主角思考着改变生活品质 与保留人情温暖两种做法 由南美馆所推出的最后一部为电影 《记忆的温度》精彩完结篇 延续上级的传统市场的振兴与改建议题 透过剧中角色 对过去的记忆 以及现在所衍生的新思维 期盼与观赏者产生共鸣 辛苦的汗水 从廉价华容 诚恳的关怀 温暖的心头 快乐开心微微笑 幸福到永久 甜甜蜜蜜一家人 美满到永久 在主张振兴与主张改建的两派人马冲突过后 女主角从记忆中意起传统市场的温暖 以及改建后现代市场便利 在做出取舍之间 她决定走访全台市场 思考着如何设计出心目中的美好蓝图 好 那么当我们这个记忆的温度走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团队非常的辛苦 在全台各地市场走透透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告诉大家 这个议题我们可以透过亲身的实验 行动跟这个力量一起去探讨议题去观察 那同时我们期待这样一个拍摄的手法 让大家可以反复的思考 到底我们的市场要什么 要走往哪里去 系列为电影最终部记忆的温度下集 将于9月30号播出精彩完结片 欢迎民众踊跃上YouTube岛屿的光影锁定观看 另外FB搜寻粉丝团 按赞留言分享的抽奖好礼 正持续进行中 欢迎大家一块从社区故事中看见真台湾 屏东旭不停于相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